那么根源这样的工作流,大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是,首先就是创建这样的一个工作流, 然后当然也可以创建一个workgroup,创建group就是后面,在这group下面它也可以相应,就是按照不同的类别,可以创建不同类型的这种工作流。 然后下面就是节点一个输入,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拖入一个像xlreader,就是读入在xl的文件, 然后把这个节点拖入到这个工作区,那么也可以对它进行配置,选择这个文件的目录, 然后选择这个,如果在xl的话,它会选择哪一个sheet,然后就会,下面有一个预可说话,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针对自己的需求了,然后会选择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节点工具,包括数据转换的,或者是分析的一些工具, 然后最后进行一个可视化,可视化的工具,它会有一个,它也是增加人,它也会,那不同类别,它就专门可视化了, 它就有个views,这个views下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可视化的这些一些可用的一些节点, 然后最后是数据输出,然后可以导出工作流。 导入工作流之后,然后也可以,就是可以在其他地方导入。 下面的话我就以按例的支持,然后介绍一下这个Live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 第二就是一个科技文献的一个分析,那这个项目的话是我之前做博后的一个参与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话主要是它想开发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框架, 针对历史和创新这样的一个数据,一个行为,能够分析出它们背后在这个创新的,创新历史背后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然后我们现在制作这个工作流它的目的主要是想复制这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同时能够对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呢,然后做一些扩展通过工作流。 然后最后能够应用到这个科研教学能够当中。 这个创新方面的话,实际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处具了。 当时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文章,然后就是专利,然后就是获取的一些基金的一些项目。 那么对于这个文章,就是publication方面的话,它有下面的这些关键的一些变量, 包括它的标题啊,作者啊,filiation啊,还有它的摘要之类的。 然后专利的话,它就是发明人。 然后它开放的时间,然后它那个授权的人。 然后还在注意那些技术的技术分类,包括国际的,包括美国的,包括欧洲的。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摘要。 然后还有就是项目。 项目这一块的话,它主要就是包括PIL,COPIA,然后是哪个单位啊。 然后具体申请的是哪个领域的啊。 就类似于,就包括这些,包括这些变量。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三个。 现代的话,工作者主要是针对这三个方面的数据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这是一个输入的数据的,包括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这个数据。 以Excel的形式,然后输入。 然后这是一个大致的流程。 就是文件数据,包括这三个不同类型的数据。 然后去选择哪些,哪些variable,那些field,然后做一个大致的一个分析。 然后同时,然后去获取它的作者信息。 然后对作者,通过作者信息,他们是构建这样一个合作网络。 然后去对这个网络进行一个指标的分析和可视化。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里面需要干那些事情,也是这样一个流程。 然后这就是giv line,然后它创临着那个工作。 这个主要是publication。 首先是做一个指标的一个过滤,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转换。 然后再就是通过这样,然后通过这种分组的形式,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统计分析。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通过对它的一个author,就是作者, 然后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络,并且进行可视化。 这是publication的。 然后后面就是专利的数据。 然后还有nsf,就是它实行项目这样一个数据分析。 这都是类似的流程,上面一部分主要是做它一个统计分析。 然后下面主要是对如何生产上一个网络,以及如何对这个网络进行可视化。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最后一个结果,这是统计的一个结果。 每一年,飞行每一年它publication有多少。 然后这是一个网络,最后生成的一个网络。 它最后的一个指标,一个分布,列表。 然后这是一个可视化,用Nine这个软件进行可视化的结果。 然后这个就是专利的。 专利的话,因为它专利主要是针对它的技术分类。 在哪一个领域,它这个专利发表的比较多。 然后下面是针对每一个发明人,它在这个网络里面就是各项指标是什么样子的。 有这样一个列表。 然后这也是专利的可视化的一个结果。 就是同样的,这是nsf的。 它在哪个领域发表的,就是申请到的nsf项目比较多。 然后以及它每一个pi,copy,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和一个合作网络,这样一个可视化。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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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